时点不一样 但您看到乌克兰的春静反攻 又祝了一记强行征 北约的秘书长史托腾伯格表示 从去年2月开始 北约援助乌克兰 1550部的装甲车 230辆的坦克车 大约都已经9成8到位了 可以组成9个装甲旅 有望让乌克兰可以夺回 被占领的领土 两枚火箭从草原上发射 乌克兰部队30秒内撤离 因为俄军反击炮火 马上打过来 CNN记者慌张冲上车 因为炮击声越来越近 反攻山羽欲来 但直到现在 乌克兰都没有正式宣布开始 倒是5人及部队先刺探敌情 俄罗斯士兵似乎更会躲藏 但也有侦察兵发现 反攻还没打过去 俄军自乱阵脚 没人说清楚反攻何时启动 但最近几星期 俄罗斯营地仓库 遭到攻击的次数更频繁 难道这就是反攻的前奏吗 但采访前线士兵 春天已经过了大半 天后因素还是一大阻碍 除了泥土没干 还有更迫切的人力难题 后备部队跑下装甲运兵车 这次演练模拟突袭敌军豪钩 最常用的重要战术 都得从头讲起 武军士兵不一定各个 对战场熟悉 再来装备齐不齐全 也是反攻行动一大挑战 回到乌东最前线 火箭一次只射一枚 少了连续发射的气势 有些部队又在喊弹药不足 军车坦克也是旧装备 加减维修派上场 再度传出军备不够的声音 但北约秘书长却这样说 而反攻行动可能扩大战场 国际原子团总署担心核电厂又遭殃 不过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有比较正面的消息宣布 欧洲理事会通过决议认定 俄罗斯强制乌克兰儿童出境 有种族灭绝嫌疑 总统泽伦斯基认为 这是定罪俄罗斯的一大步 DBS新闻中文报导 而现在其实乌克兰积极的 希望能够进行大反攻 但天后恐怕会决定 反攻成功与否的因素 另外一方面 南韩日前对于军援乌克兰的态度松动 如果北韩能够给予南韩生产的 K2黑豹战车 恐怕也会成为俄罗斯的战场噩梦 详情交给记者李作恒 好 俄乌战争看不到尽头 现在南韩有没有可能是关键呢 为什么会这样讲 是因为美国杂志外交家 就提出说K2黑豹战车 很可能会打破欧陆战的游戏规则 换句话说 能够真的有效威胁到俄军 所以有些国家也要求说 南韩要来支援乌克兰 这款K2黑豹战车 波兰他们是在2002年7月 就签署了订单 短短的8个月时间 已经完成了部署 所以现在很多国家 也对这款战车 是抱持非常高的期待 说是可以提升战力 那么陆上军备的生产 也能让他们的竞争力提高 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这个K2战车 进入到北约的话 也有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会这样说 因为在美苏冷战之后 西方国家和俄罗斯 他们没有在研发新型的战车 这技术也相当难以突破 那么未来寄望说 土耳其利用韩国的装甲技术 可以量产阿勒泰战车 而芬兰也很可能是 他们的潜在客源 但换句话说 如果南韩的军工产业 或是军火产业 站稳脚步的话 也代表说欧洲的军需 很可能就要面临衰退了 而5月9号即将接近 这是俄军战胜纳粹的纪念日 外界都在观察 俄罗斯会不会在胜利日 有新动作 不过胜利日前 乌克兰跟中国热线 对于战局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再交给作合 好 5月份对于俄乌战争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在5月9号的时候 就是俄罗斯的胜利日了 那当然俄罗斯方面积极准备 可是也是在5月份春天的时候 预期乌克兰军队 会在春季进行大反攻 那当然现在就说 乌克兰方面坚守巴赫姆特 不排除就是他们反攻的路线 可是近期有个最新的发展是 中俄也进行了通话 就代表说 是不是双方也有意要走向 和平的方向呢 乌克兰的局势 原本各界预计的剧剧本 应该是先战后合 换句话说就是等乌克兰 反攻有成之后 再进一步的促进谈判 不过现在看起来 泽伦斯基也和习近平进行通话 也就是要拉拢中国大陆 来推动和谈 那是不是情势已经变成是 边战边谈的方向 要提早来部署呢 这影响的应该还是因为 西方的军援 看起来是有减没有增加的 另一部分是防空系统 说是在五月份很可能 这个弹药就要用光光了 所以现在乌克兰方面 也在这个透过边战边谈的方式 来大玩两手策略 而习近平与泽伦斯基热线过后 传出让普清不开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报导 认为这通电话 恐怕会让俄罗斯陷入焦虑 而从俄罗斯的外交发言体系来看 他们回忆这通热线 是抨击乌克兰搞砸和平协议 还说基辅方面都拒绝通过 政治外交手段来解决战争 依旧把过错推给乌克兰 就在日出之前 乌克兰首都基辅防空警报大作 俄罗斯暗夜袭击 这一次锁定的 不只是乌克兰东部和首都基辅 中部城市乌麦 一栋白色九层的公寓被削掉了一半 大火浓烟狂烧 遍地都是破碎的 掉落墙面碎石 俄罗斯的飞弹有如噩梦烈狱 消防队 警察 救难队员 大清早就拼了命救人 冒险攀着梯子爬进高楼火场 里面的住户生死未苦 幸存者痛苦崩溃 光是在乌曼这栋公寓 俄罗斯这次扩大了攻击范围 不止乌克兰首都基辅警报大响 基辅南方的小城市乌克兰英卡 传出也有两人受伤 中部城市乌曼 克列缅丘格和波塔瓦 南部大城地匿部罗都预袭 等于中南部都有战火 乌克兰指控俄罗斯发射了 23枚的巡弋飞弹 有21枚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 是近两个月来最大规模空袭 而就在前一天 尼古拉耶夫也有名宅被炸烂 酉成一死23伤 俄罗斯还得意宣布 是殲灭敌军目标 尽在习近平与泽恩斯基的首次通话之后 我们去到达州 基于十字连大侵 地区 就在习近平与泽恩斯基的首次通话之后 俄罗斯空袭似乎变本加厉 这是否代表着调停无用 学者这么解读 另外也有德国媒体报道 这是俄罗斯为了报复乌克兰出动 无人机对普清进行暗杀行动 但如果乌克兰真有计划类似行动 这个画面普清恐怕得小心 莫斯科上空又出现了不明无人机 这已经是这一个礼拜来的至少第四期 不明无人机的频频出现 就连俄罗斯国内都有军事专家分析 乌克兰部队确实可能占领贝尔哥罗德 普清似乎老神在在 普清最新露面是到莫斯科郊区参观无人机工厂 而他非常满意 普清说这数字还只是保守估计 俄罗斯的无人机产业正要蓬勃起飞 冲刺军工发展就是想要证明 俄罗斯可以在西方制裁下走出一条活路 但前线还是大缺兵 国内播送着新兵训练的画面 但是CN却报道 俄罗斯为了招募新兵强压一男上车 不过这样的画面恐怕是对俄罗斯国内封锁 民众能看到的是 俄罗斯国防部公布苏凯二十五挂弹出击的画面 大秀肌肉 还有是为了五月九号胜利日阅兵的彩排 军事飞弹车都开上了莫斯科街头 民众沿街抢拍 就在乌克兰计划春季大反攻之时 普清更打算用胜利日来场军事大秀 恫恶美 TVBS新闻总和不到 好 关注泰国政府宣布在五月中要举行大选 而过去二十年呢 泰国的政治两大山头 军方保皇的建制派 跟民粹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系码 预期又会在五月上演了 而今年呢 大家攻访的议题依旧是放缓的经济 跟宪政改革维系民主 而这场大选呢 如果出现政党伦地 军政府下野 很有可能会改变泰国支持缅甸军政府的立场 重新破坏了东南亚的政治版图 早时现场人潮几爆 画面这位挂着橘色花圈的 就是泰国呼声很高的总理候选人之一 皮塔 现年42岁的他长相帅气 光是拍照互动就吸引常常排队人楼 而支持者大多都是年轻人 皮塔还是候选人中学历最高的一位 不仅是首位获得哈佛国际学生奖学金的泰国人 还有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双硕士光环 因此能说一口流利英文 泰国国会大选5月14号登场 由于每个政党最多可提名三位总理候选人 参选名单暴增到63位 当中不乏政坛老将或政治世家 香角逐总理大卫的还有怀孕即将临盆的 维泰党候选人贝东丹 现年36岁的他家族就出了好几名总理 包含爸爸塔克星还有姑姑赢拉 他的故障宋财也短暂坐过总理的位置 他不避讳特殊身份经常在instagram上 po出父亲塔克星牵着孙女逛街的画面 尽管被东单某种程度被视为父亲的傀儡 但如果当选将成为泰国史上最年轻的总理 目前他的民调暂时领先 放下身段在波水结与民同欢 泰国现任总理帕拉玉这次选得不轻松 目前他的支持度落在第四名 甚至比维泰党第二位候选人 房产大亨斯雷塔还要低 69岁的帕拉玉 2014年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迎拉 2019年又在争议制度中当选总理 2020年起泰国爆发学运示威 包含泰国王室还有他都被视为 应该改革的对象 而这位走路需要搀扶的也是候选人 他就是现任副总理普拉威 和帕拉玉相同 出身军事世家 还曾遭踢爆拥有24只百万起跳名表 清廉度备受质疑 另一位知名度不小的候选人 是当初带头接种中国疫苗的 工卫部长阿努廷 他去年推动泰国大麻合法化 正反评价两级 泰国政坛老面恐惧多 但年轻人没有打退堂鼓 当初反政府示威正在警察面前的 社医人士忠提察也投入国会选战 30岁的他靠自己的力量挨家挨户败票 这边是这种感觉的 这种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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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他因为主张 王室改革身上背了28件刑事案件 因为如此他还是奋战 到底与同党总理候选人皮塔 都是年轻世代的人气王 根据现行泰国选举制度 新任总理将有500席民选众议员 以及250席军方任命的参议员 共同选出 对于军方在总理投票上 占有极大优势 泰国政坛究竟能不能大换血 又在观察 泰国政坛看似 货选人百花齐放 但很多都是同一批人 或是同一家族轮替 加上过去政变频繁 民主衰退 或许已经成为泰国的宿命 特别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